今天把大家聚集到一起 就是为了共同来见证 又有一批优秀的新党员的诞生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已经走过42个年头 在这42年里 我们的党领导着 全国各族人民 顶礼千辛 奋勇拼搏 走过风风雨雨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开创了今天这样 蓬勃向上的新局面 入党宣誓 是对每一个新党员 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的一种形式 对每个共产党员而言 这就意味着 从宣誓之后 你们就把自己的一切 都先给党了 因此你们要牢记你们的誓言 并且要在工作中 生活中付诸时间 你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你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先进分子 下面请 王怀铭统治 忠心统治 黄凯华统治 随我一起宣誓 请局势你们的右手 我中爱国 我王怀铭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承认党纲党章 承认党纲党章 执行党的决议 执行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 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保守党的秘密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 奋斗终身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 奋斗终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63年12月 西部基地1比2核装置聚合爆轰 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使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的结果 获得了综合验证 为原子弹的设计 打下了可靠的基础